转动台湾向前行的活动上午正式展开了 高雄市爱河之星是其中一个启程点 想不到活动现场却发生车祸 一名老先生疑似书为了让参加活动的车辆先行就停下来 没想到后方一辆机车撞上去 两车因此擦撞抖地 索性两个人只有手脚擦伤 但突然的车祸让大家都吓坏了 车祸现场警方拍照搜证 这辆蓝色机车倒在路面 下方还压着一辆单车 因为发生车祸 女学生整个吓得六神无主 坐在地上不发一语 一旁被撞到的马老先生也吓坏了 原来70岁的马老先生 31号上午骑单车回家途中 经过高雄市爱河之星 刚好这个地点在举办转动台湾向前行的活动 他说事发当时 为了让参加活动的单车先通过就停下车来 没想到后方一辆机车突然追撞 两车因此擦撞倒地 我后面有辆脚踏车 他旁边有一辆脚踏车 然后我不知道他后面有没有骑走 反正反正我就是没有换阿伯 然后就乱动到 索性马老先生与女学生都只有手脚擦伤 治疗后没有大碍 至于详细的造势原因 尚待警方调查理清 捐选陈生云文学方高雄报道